哈囉大家早安喔 那現在時間是2024年2月25號的上午8點45分 那谷泰今天一樣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目前對於這個盤石的一些看法 因為谷泰感冒還沒好啦 所以一樣今天就盡力的 能講多少就跟大家講多少這樣子 那一樣在分享之前呢 歡迎請新朋友幫谷泰在YouTube登錄之後 按下我喜歡 重點是Subscribe訂閱開啟全部通知小鈴鐺 那谷泰這邊只要有上片 或者是有禁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谷泰上個禮拜 2月18號跟大家講的 這個EP486集 就是來看大鴨鴨 這盤還有一小段 還沒看到雙破資金沒有全測之前 依然偏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2月18號在哪裡 2月18號在哪裡 2月18號我們來看一下周K 2月18號在這裡 18號嘛 隔天 18號就是 禮拜 遵照 遵照骨泰在影片所講的 原則上 這個盤 不至於讓你去放空 而且骨泰在這部影片我有跟大家講 原則上我基本上是在這邊是不做空的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講什麼事情 因為古代接下來大概有將近 maybe一個月的時間會比較忙一點 那古代今天講一個大方向 那原則上這個大方向大家就記好就可以了 好大家就記好就可以了 好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 這禮拜 會 呃 的 永豐金 好 這個本週報報的部分 他整理的一些資訊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看一下 好 那上個禮拜的 那確實啦 這個 Navidia 再一次救了全世界 再一次救了全世界 好 那這個 中國人行這個大家就自己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個禮拜有哪些特別的重要經濟數據 禮拜 三四五 禮拜三四五可能會比較重要一點 好 那台股禮拜三是228放假 好 今年開始就比較沒有廉價了 好 所以 大家也不用太過度擔心說 呃 會有什麼廉價的賣呀什麼的 好 今年開始就比較沒有什麼廉價了 好 那 所以這個休息一天股在客人是覺得還好 好 所以 三四五大概留意一下 注意一下就好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下個禮拜的法說 法說的部分 呃 光寶科 呃 星星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中光電 好 其他的還好啦 好 瑞鼎 好 第一金跟損機還有利機 好 那 看到這些 看到利機 大家就要去聯想到 呃 相關的一個 還有神機 好 大家可以看到下個禮拜 包括現在 呃 下禮拜都Dale嘛 然後再來HP相關的 所以 呃 PC相關的 好 一些筆電的品牌等等之類的 下個禮拜 欸 概念相關個股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 可以稍微看一下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工商時報的部分 喔 目前的最即時的一個新聞 好 最即時的一個新聞 呃 本週 其實最大重點在這個 呃 日本熊本場 喔 日本熊本場的 呃 台積熊本場 台積熊本場的一個開幕 所以 呃 下個禮拜 可能還有一波行情 好 可是 一樣喔 古代 一直有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喔 題材面的東西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就是 謹守一個原則 好 這對古代來講 古代就是 呃 6%以上 喔 我就會去看說我到底要不要去追 好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做股票 追股票 比如說我上禮拜沒布局檔 呃 現在 欸 剛好有一個題材 呃 技術面也突破 那你自己要去抓一下 喔 這個 多少價格可以進 喔 OK 所以原則上下個禮拜 其實 還是蠻有一個資金的動能在 台股身上的 所以 下個禮拜 其實股菜依然不看淡 依然不看淡 好 那最後呢 做一個總結啦 我們再來回頭看一下這個 看一下本週的部分 本週的部分 現在整個市場面來講 並沒有過熱的現象 這個現在整個市場面來講 維持的蠻OK的 沒有過熱的現象 那我們看一下那個 磐斯的一個統計 好 這個是近五日融資 好啊 近五日融券大家就稍微看一下 好 然後這是週街圈賣出 好 街圈賣出余額的佔比 好 呃 然後這是本週大戶偷少貨 那如果大家上個禮拜 啊 上個禮拜 有把這一份 呃 古代 啊 放在這個 這個工具上面的一個data 看完之後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上個禮拜大戶 跟散戶的差別 上個禮拜的散戶這邊 大概只有22架 可是上個禮拜的大戶這邊 已經來到了六七十架 所以 其實蠻符合古代在上禮拜 這一個 啊 錄影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啊 從古代 在 呃 影片分享的錄影 再搭配 再搭配 這邊 分享出來實際上的數據 你就會很清楚的發現一件事情 大戶上個禮拜是 欸 上上禮拜喔 古代錄影之前 看大鴨鴨這一週 錄影之前 其實 我們所謂的大戶 他是勇敢埋進的 也就是說18號錄影之前 光這兩天的時間 這大戶買超多啊 大戶買了將近六七十檔 可是散戶卻只敢買22檔 好那所以事後回頭看一件事情 他這個盤就是真的 真的如同我們影片所規劃的再加籌碼這件事情 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這幾乎是送分啦 送分 那這裡個 這個禮拜呢 經過上禮拜這樣漲呢 其實散戶已經歸對了 散戶已經幹嘛 認輸 這個大家都不敢買 漲了一個禮拜了 大家陸陸續續回來了 所以呢 這禮拜大戶跟散戶 基本上數量 你會發覺幾乎就已經呈現一個平均的一個狀態 平均的一個狀態 好 最後回頭看這一件事情 接下來的兩個禮拜 麻煩大家特別注意一件事情 特別注意古代講的東西 特別注意古代講的東西 做短線交易的人 麻煩你記得一件事情 每天的tm一破 或者是td破 你就可以走了 這個是給做短線交易的人 那這個你每天開工具起來看就會了 古代不用特別 每天都在講 所以古代有跟他講 古代不在你身邊 你工具 專業版的工具隨時待在身邊 你自己就可以當自己的操盤手了 好 就是這樣 好 我來講一個重點 做波段的投資朋友 記得一件事情 本週的週手在798 貴買的週手在246.41 原則上 原則上 不要破 做波段的你就守這兩個地方 上一週的週手798 上一週的週手246.41 這樣聽得懂嗎 好 那古代有跟大家講 這個盤 上了個禮拜 有跟大家講 沒看到雙破以前 依然偏多 什麼叫雙破 雙破講的就是 貴買如果 貴買如果破 加權也破 加權也破 代表雙破 好 那為什麼這個盤還這麼強 你看喔 這個就是古代 在錄影的時候 看大鴨鴨錄影的時候 我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這個是不是週破 加權破嘛 可是貴買是手 所以你會發覺一件事情 只要這個盤左右兩邊 左右兩邊 資金還在場上 就不要緊 你會發覺 加權落 貴買強 那如果貴買弱了 加權強 那這個盤就是輪流漲 一下漲全值 一下漲 中小型 這樣懂意思嗎 只要你看到雙破格局 代表這個什麼意思 加權轉落了 加權轉落了 錢 原本加權轉落 應該是錢測出加權 然後呢 他的錢正常應該要去買 買哪裡 正常會流向貴買 可是如果連貴買的錢也測出了 就是全面測出 接下來你就會看到一件事情 叫做台幣瘋狂的貶值 這樣什麼意思 所以你會發覺一件事情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反正 記得這個盤漲到什麼時候結束 我們不用去預設高點 通常預設高點的 或是預設低點的 拆頭摸底的 都死最慘 古代有跟大家講 拆頭摸底 不是每天在那邊喊 天天喊 天天空 天天多 喊到最後一天 總有一天你會喊到 你會買到 你會空到 那我們今天是屬於精準的打法 精準的打法 我們不用那邊天天財 天天在那邊定期定額 天天在那邊分批布局 分批搶金 分批空 小資主資金永遠只有一套 你出手的時間只有一次 所以我們要求我們自己精準打擊 精準打擊 所以這個盤 古代還是那句話 這禮拜是周首 周首的位置在798 798沒有破之前 我們依然偏多 這樣聽得懂嗎 這禮拜周首嘛 周首 24641 24641沒有破之前 我們依然偏多 就這樣 好不好 這禮拜是周首 周首是多少 811沒破 我們就依然偏多 原則上下個禮拜 開始大家都緊盯這個 每一周的周首 你如果是做波段的同學 你就是看周首 那一邊破 另外一邊守 這個盤就是屬於 合理健康的一個輪動 兩邊同時破 大家不要忘記 古代講的3月中階4月的時候 春階下的時候 請大家謹慎 請大家謹慎 這個格局沒有變過 古代的看法沒有變過 那 古代上個禮拜 其實還是一樣 原本 有大概 調節一些個股 那Navidia財報公佈之後呢 欸 技術面就直接扭轉了 變成是多方表態 那既然多方表態 一樣嘛 我們就是 做到 做到市場即將轉向的 那一個moment 或者是那一天 那一個上午 我們就華麗轉身就好了 好 古代有跟大家講 我每一波的行情 你使用古代專業版破手工 每一波的行情 你絕對 可以完完整整的吃完 A轉B轉 你絕對都吃得到 你絕對都吃得到 對古代來講 我都是幹嘛 轉折 做到下一次轉折 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古代你在那邊進進出出 對不對 啊一樣嘛 我們都是市場要轉向的那一個瞬間 我們每一段都會吃 每一段都會吃 所以呢 原則上這個盤 大家謹記一個原則 謹記一個原則 短線的人 你就是看tm就好 或者是你風險承受能力 停損你 沒有辦法太遠的人 你就是看tm 每天的tm 好那你如果是做波段的投資朋友 那你就是看週手 週手沒有破之前 目前 都還是多方盤 好 那這個盤呢 再加一個條件 這個盤再加一個條件 假設未來這一週或下下週 或者是整個三月裡面 它有成功代量去 用代量喔 我講的是代量喔 代量突破萬九 代量突破萬九 然後呢 再跌破萬九 短時間內沒辦法 重新站回萬九的時候 這裡骨太也會選擇出場 這樣聽得懂嗎 好 最後用這一張圖 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好 骨太已經畫完了啦 畫完了 好 來這個是日線圖 這個是日線圖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好 骨太 那時候用這一張表做的時候 我是做週線圖給大家 對吧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骨太這邊有畫四大金剛 不好意思齁 骨太有跟大家講喔 我在YT怎麼講 我自己就是怎麼做蛋 去年11月 是不是 10月底接11月那個瞬間 重新站回第一大金剛 稻窮指數占上三萬三千點 我就跟你講我要進多蛋了 你事後回頭看證明 骨太的規劃有沒有錯 沒有錯 完全沒有錯 而且我們剛剛好買在相對低點 一路做多 瘋狂多 多到現在 去年11月一路做多 做到現在 好 那現在要怎麼辦喔 骨太先跟大家講 今天再給大家這一張圖 可是今天給大家這一張圖呢 因為台股加權指數已經創了歷史新高 18619已經宣告正式突破 那既然宣告正式突破 我們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骨太這邊給大家兩道防守線 其實沒有什麼好懷疑的 兩道防守線就是 剛剛你們很熟悉的第一個798 也就是上一週的週手 上上週的週手在634 上上週的週手在634 這樣會嗎 所以 這一張表 骨太是用什麼規劃的 我就是用 TUMD專業版破手工工具規劃的 台股四大金剛我怎麼規劃的 我也是用骨太專業版破手工工具規劃的 所以骨太有跟他講 你真的看不懂 你把骨太專業版的工具 帶在身上 你絕對可以 你絕對看得懂 OK 好 那這兩大 這兩大防守線 未來 櫃買也是一樣喔 同樣的操作邏輯喔 同樣的操作邏輯 櫃買 這兩個 週手的防守線 你把它畫出來 畫出來之後呢 你們就是緊盯 這兩道防守線 沒有呈現一個雙破格局之前 目前都還是屬於健康的 合理的輪動盤 好 那這個盤呢 看到什麼時候結束 本週即將要收月線 本週即將要收月線 2月29號要收月線 接下來就邁入3月了 邁入3月 好 骨太先跟大家講 呃 3月有幾週 3月有幾週 3月1 1 2 3 4 3月有4週 那加本週就是5週 好 骨太這邊用5週的時間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原則上呢 我們以技術面來講 技術分析來講 其實可以這樣畫 好 可以這樣畫 那骨太先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好 骨太先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骨太要先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 呃 5週的時間也接近在3月底 好 5週的時間也接近在3月底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3月底 如果 如果 有機會去頂的話 3月底有機會去頂的話 大概會在1萬5千 1萬9千5跟1萬9千6 1萬9千5跟1萬9千6 這個是3月底之前 可是如果3月中之前 就已經先碰了 可能在1萬9千3 1萬9千4 如果在下週嘛 下週 1週 如果先達標 或者是後達標 大家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初步第一次來碰的時候 這裡不是讓你去追的 聽得懂嗎 如果有機會來碰這一條上升趨勢線的時候 不是讓你去追股票的 麻煩大家謹記這個重點 謹記這個重點 你不要興奮 興高才烈的 剛好買在最高點 古代去年11月 我就說 我要進多單 你不買 12月我也說我要做多 1月份 我們也是 做多 2月份 封關前 我85成 對不對 心中開放盤 上個禮拜 再跟你講說 這個盤還有一小段 你不做 你硬要追在1萬9 之上 那要怪誰 ok 所以簡單來講 這個盤 如果真的在1萬9之上 麻煩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這條線 你只要快碰到線的時候 麻煩你收起你樂觀的情緒 收起你太樂觀的情緒 這樣懂意思嗎 指數可能還會在這邊震 可是有一些個股 相對的 有一些個股 就準備 有機會去做一下 初步的一個調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籌碼的部分 籌碼的部分 大家去看一下這個 借券賣出 這個 新春開放盤 在哪裡 2月15號 這2月15號超屌 外資在OTC的部分 是天天借券 你覺得他在幹嘛 好 那我們一樣 我們一樣 把這個圖拉出來 好 好 我們一樣把這個圖拉出來 好 然後勒 籠 籠圈 好籠子 就這樣 好不好 所以你會很清楚發現 一件事情 其實 目前 長到這個位階來講 古泰 在看小鴨鴨的時候 就已經跟大家講過 還有一小段 那這一小段 到底到什麼時候 大家要 保守一點 就剛剛古泰跟大家講的 我們用五週的規劃 三月份還有四週 下個禮拜還有一週 總共五週的時間 你去看一下 去預估一下 這個牌 有機會長到哪裡 那長到那裡的時候 不要忘記見好就熟 好 不要忘記見好就熟 不要太樂觀過了頭 好 不要太樂觀過了頭 好 這邊是古泰要特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好 特別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那接下來的盤 有可能會走什麼盤 這個台積電熊本場 在週六開幕 那也許你會看到 像研發課已經來到一千一百塊了 那或許這一段時間 他在衝刺的時候 為了市場的情緒 在衝刺的時候 有可能會去拉全值 所以接下來的 2月底接3月 出的時候 古泰還是請大家保守一點 全值類股 你如果看到全值在拉 你的個股沒什麼動 那代表你的個股選錯了 那選錯就趕快換股吧 沒什麼好講的 因為 如果在拉抬的過程中 指數拉抬的過程中 你的個股沒有動 接下來換全值類股修正的時候 你手中的個股 會修正的比全值類股還大 所以呢 你會發覺這一波的貴買指數 他幾乎都是在借券的 這個從籌碼的這件事情來看 你就可以知道 他其實最近都在拉全值 拉全值呢 股票有漲 我就是空 股票有漲 我就是空 那確實啊 你看融資這一波其實也蠻積極的 融資這一波也是蠻積極的 你看這個買法 跟空法 有一點這個 多空大亂鬥的一個感覺 所以這個部分請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盤還有一小段 可是股票麻煩大家盡量 做強勢的 現在這個盤不搶不追 不搶不做 因為 已經快要到這個 我們這個興奮的最高值了 快要到興奮的最高值了 3月 春接下的時候 請大家謹慎 所以呢 這個盤就是 記得 沒有看到雙破之前都還可以玩 只要一發現雙破 那 這個 華麗轉身 記得華麗轉身 一下下 OK 那古代今天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祝大家接下來操作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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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